逐次逼近的AD结构 逐次逼近的ADC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二进制搜索算法的应用 也就是用二差分法来逐次逼近所要转化的模拟输入 我们看图中这张图 逐次逼近的ADC主要有采样保持单元 数目转化器 DAC 比较器 寄存器控制部分 寄存器控制部分包含了逐次逼近的寄存器和时序控制两个模块 以及其他的一些缓冲器 以及代系寄存源这些模拟电路组成 其中 DAC和比较器是逐次逼近ADC中的最重要的两个模块 他们分别决定了SAR ADC的精度和速度 那逐次逼近AD和其他结构AD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SAR ADC中没有运算放大器 所以它的功耗会比其他结构的AD要低一些 那我们来看SAR ADC的一个基本原理 那我们来看在这种结构中首先是一个采样保持单元 将模拟输入信号为硬采样并保持 方便后续进行转化 但采样保持单元我们可以认为是比较器单元的一个输入 如果在使用电容阵列的SAR ADC结构的时候 这采样保持电路也可以并入DAC的电容阵列模块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它的基本原理 逐次逼近寄存器 首先我们开始一个二进制的搜索算法 也就是SAR这个寄存器 它首先开始工作 它首先至最高位AD的最高位MSB为1 其他的比特位都为0 然后加一个N比特的数字码1000加到DAC的阵列当中 那这时候DAC的输出模拟电压二分之reference 那其中这个Vreference是参考电压的值 也就是我们需要比较的值 一般它是位于电源和D的中部 也就是等于二分之一的VDD 然后我们这时候将DAC转化来的模拟信号 作为比较器的另外一端输入 和输入信号Vin进行比较 也就是这时候Vin需要和二分之一的Vreference进行比较 那如果这时候的输入信号大于二分之一的Vreference 那这时候比较器就会输出一个逻辑低电频 那这时候就保持最高位MSB为1不变 这就意味着我们输入信号是大于二分之一的VDD 处于散步 那编码自然就编为了1 那如果输入信号Vin是小于二分之一Vreference 那这时候比较器就会输出一个逻辑高电频 然后把最高位MSB置为0 这样就完成了最高位的一个确定 之后 这个SAR逻辑再将次高位置为1 其他位置为0 并将这个010000这个码字输入到DAC阵列当中 这时候再和这个输入信号进行比较 这时候输入信号比较的就变成了四分之一Vreference 那我们就是以这种二进制搜索算法的原理 逐次的减小 开始Vin是和二分之一Vreference进行比较 第二次次高位的时候就是和四分之一Vreference做比较 之后就是相应的八分之一Vreference 十六分之一Vreference 逐次比较直到比较到最低位 那每一次比较的结果 我们都会根据比较结果来确定 我们这时候预设置的这个码字是否要发生变化 那如果输入信号比这个时候的参考电压 比较的八分之一四分之一十六分之一的Vreference要高 那相应的就保持这时候比较的这一位比特位 它的数值是不变的 否则就是置为零的 那这样一次比较下去 就直到最低位LSB的结果被比较出来为止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输入信号Vin所对应的数字 所以说整体SAR结构AD它的原理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就是通过每一位和相应的Vreference等值 进行比较来得到我们二进制的数字 那所以从这个结构上也可以看出SARAD 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串行的输出 每次比较一位马制 然后输出再至下一位再进行比较 再输出四高位 逐渐的比较出每一位的数字马的值 那SARAD的特点 首先是它的复杂性和功耗一般低于其他的AD结构 那首先是因为复杂性 主要是因为它的核心部分 是DAC比较器和SAR逻辑 那就没有运算放大器 不像流水线或者SIGMA DERTA AD中 需要这个采样保持电路MDAC 或者是积分器的这种结构 那由于它没有运算放大器 纯粹依靠比较器的比较来输出最终的数字马 所以它的功耗会比其他AD要低一些 那第二个特点是它比较器的失调电压 不会影响整个AD的线性度 因为这时候即使出现了比较器的失调 那也只会造成整体数字马的一个位移 出现这个低位码或者是高位码失马的一个现象 那由于我们说SARID是一个串行输出的一个结构 它每一个时钟周期只能比较一位 那意味着其实如果我一个M比特的这个主次比进的结构 那它至少需要M比特的这个比较的失中周期 也就是至少需要M个失中周期才能比较出每一位的结构 那所以对于Fresh结构来说 它就是一次比较就输出了所有的数字马 那所以这个同样位数的SAR结构要比Fresh结构 至少慢M倍 因为它的时钟周期 就是需要这个Fresh的M倍才能够完成比较 那ADSARID的它的性能主要取决于DAC 这时候是取决于DAC的精度飞线性速度等等 然后目前来说我们主要使用的是CMOS和BiCMOS工艺 来进行一些SARID的设计 那由于在这些工艺中 这个电容的精度一般是在10比特到12比特之间 也就是它们的这个匹配精度 基本上是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0.5 这个精度 那所以高于10比特或者12比特的SARID 我们就要使用一些校准技术来提高电容的精度 从而使这个SARID能够达到更高的一个分辨率 那目前通过这个自校准技术 已经使得这个精度已经能够达到18比特以上 那我们来以一个10位的典型的这种电荷充分配型的单采样电容的这个SARADC为例 来说明这个整个SARADC的结构和它的工作原理 那对于电荷充分配型的SARADC 它的核心就是一个电荷充分配型的DAC 那我们这个DAC是一个高位的单采样电容的结构 那单个采样电容的结构 它的一个优点是能够保证满百幅的一个输入电压范围 那这时候由于我们使用分段电容的结构 那我们中间需要一个单位来电容来作为桥接 把整个这个DAC分成两部分 分成低位和高位的部分 那因为是一个10位的DAC 那所以我们在D位是一个设置为一个4位 高位设置为一个6位 那这个分段的这个选择是它有一定的依据 虽然我们也可以分成37或者说是28的这种比例 但是由于我们通过反正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D位电容的数值 会直接影响到分段电容靠近D位一侧的继生电容的大小 也就是会影响CD左侧这个基板 它的寄生电容的大小 由于这时候D位电容的如果位数越多 在版图上连线附加的寄生电容就会越大 容易造成这个D位LSB电压不均匀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设置了这个高位电容位数过多的话 又会导致这个采样电容的数量盘大 那所以我们一般会在低位电容和高位电容的数量中 取一个折中 所以这种4-6的这种分配相对来讲是比较合理的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DLSC的这个结构 它的分段电容就是一个单位电容 这时候采样电容是一个64个单位的一个电容 那总的等效电容为128位单位的电容 那这个分段电容的这个DLSC 它主要是有一个持续两个时钟周期的脉冲信号 Clock 1来进行采样 把输入信号采样到这个采样电容上 那因此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刚才说如果是一个M比特的SID 它需要至少需要M各时钟周期来进行比较 但是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在这之前加入 一个周期或者两个周期 或者是三个周期的一个采样时间 把输入信号进行采样保持 那所以实际上我们比如说完成一个 10位的这个SID的输出 其实我们至少需要10加2或者是10加3 有可能是需要12个或者13个时钟周期 才能完成这个整个的一个转化 那我们说对于这个电容从电荷从非分配型的这个DAC 它的工作过程主要是分成了采样和电荷 再分配两个阶段 那首先在采样阶段 我们说这时候C0到C9的这个开关都是接到D上 等待这个控制信号 D0到D9也就是从萨罗机来的这个控制信号 那最开始这个开关 SW Sample这个闭合使得这个采样电容的下级板和输入信号相连 那同时这个SW VCM这个开关也闭合 使得这个上级板和共模电压VCM相连 那这时候电荷就会存储在采样电容CS上 那随着这个采样的脉冲信号clock1结束 那这个时候在保持阶段 开关的这个SW VCM就会断开 然后将SW Sample这个开关接地 那同时C0到C9的开关接地 那这时候我们根据电荷守恒的定律 我们就可以推算出这个时候X点的电压值 也就是上一侧这边的电压值 应该是等于负的2047分子1024V1加VCM 那在再分配阶段 我们首先是将这个第十位 就是第九这一位 他的置疑有萨逻辑来控制 然后再通过开关SW8 将C9的下级板连接到参考电压VReference上 那如果这时候的输入信号Vin是大于1分之1VReference 那这时候比较器的输出VC就为0 那这时候就保留第九位为1 否则第九位就是清零的 那一次类推 那每一次我们对一个这个DI信号进行置位 然后再相应的进行四分之一VReference 八分之一VReference的比较 直到确定最后这个最低位第0为止 那分配阶段结束后 我们这个SAR逻辑电路还会输出一个结束的标志信号EOC 来表示我们的整个转化过程完成了 那在再分配阶段我们同样根据电荷守恒定律 我们可以得到VX节点 也就是这时候DACout的一个输出 它是等于2047分之1024乘以负的Vin 加上211-I分之BI 乘以Reference加上VCL 这时候BI就是这时候比较的值 得到的最终的输出 也就是认为是每一位的这个权重位 它的这个数值 有可能是1也可能是0 就是相应的我们说每一位数字 满位的它的具体数值 那我们再来看DAC的一个版图设计 那我们说分段电容 这种DAC是SARID的核心电路之一 那版图设计对它的性能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主要是体现在电容的匹配精度和抑制干扰两个方面 那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一种这种单位电容阵列 共置新的版图布局来改善电容的匹配精度 那首先我们就是以一个这个中心 分段电容为中心 向外扩展 共置新版图的概念 就是指的围绕一个中心 所有的这个其他的器件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来对称布置的 那我们来看在这个版图中 我们说这个IEI是表示低位的电容 H是表示高位的电容 那我们看比如说I4 我们给它分布在这四边四侧 就是低位的这个第四位的电容 它是围绕零这个中心 那向外相应的这个扩展 那剩余空位我们可以填充一些达米电容来提高匹配度 那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单位电容阵列 这共置新的版图是还是可以有效改善这个电容的一个匹配精度 这样就可以减小氧化成梯度对电容匹配精度的一个影响 那此外我们在外围还会增加一些达米电容 也就是冗余的电容 使得分段电容阵列中的这个每个电容的周围 客室环境都是相同的 也会提高电容的匹配精度 那由于这个分段电容 它DAC输出模拟信号 容易送到这个数字信号 电源噪声的干扰 那版图设计的时候 我们应该讲这个电容阵列包裹在接地的保护环 那我们这边所以看到 这边H1到H6是为高位的C4到C9的一个电容 那I1到I4就是低位的C0到C3的电容 那中间这个0就是我们的共置新分段电容 那HC就是为采样电容 那所以我们通过这种布置方法 就得到了一个共置新的一个版图的一个布局 那除了共置新的版图之外 我们还可以采用分块电容的一个版图布局 也是可以提高DAC的一个精度 那这时候我们是把高位电容和低位电容分别进行摆放 那低位电容周围布上这个DAMI电容 来进行填充提高低位电容的一个匹配精度 那这种优点是电容阵列规模相对要小一些 那所以版图走线比较容易控制 那这时候的机身参数比较小 那特别是对低位电容来说 它对分段电容左几板的这个机身电容 可以有效的得到减小 但是它的缺点是电容之间的梯度误差 相比公司性要大一些 因为这个低位和高位电容是分块的 它们之间受到课使的这种程度会有一些差别 那我们再说比较气 是这个SID的一个核心的电路结构 那比较气一般是采用这个失调存储 或者说是就是输入失调存储 和输出失调存储 两种结合的这种再加预算放大器 和锁存器的一个结构 那么图中这个比较气 它就包含了三个放大器和一个锁存器 主要是用来克服这个锁存器 直流失调的一个影响 那么来看它的一个持续 持续关系 那首先我们说这个开关S1 它的控制信号是和这个DAC采样的脉冲信号 Clock1是一个反向的 那在采样项的时候 它会和前级的DAC断开 然后在电荷的再分配阶段导通 使得与放大器和锁存器分别进行 放大比较以及锁存的操作 那之后的这个S2 S3 S4 S5 S6的这个开关的控制信号和Clock1是相同的 那我们这种采用输入和输出四条存储方式 对三级预算分大器进行一个失调电压的一个消除 那Reset信号主要是在电荷再分配阶段 期间这个时钟上升延之后 位于这个每一个时钟上升延之后的一个周期性的载脉冲 那主要是对这个放大器和锁存器进行一个复位的操作 来减小前级模拟电路的一个干扰 那我们再看逐次鼻径寄存器 就是萨罗级的一个电路 它的电路相对来讲比较固定 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实现方式 这个F0到F9 它是由JK处发器 组成的一个十位的逐次鼻径寄存器 还有一些其他控制电路 包括D处发器 FS 雨纹 GA 反向器 GB 组成的这些启动电路 和由这个移位寄存器 FA到FL 组成的这个时序产生电路 那其中这个最后的这个T0到T9 它是一个十位的一个三态输出门 那在这个电路中 Clock主要是为时钟信号 Clock1为启动信号 那VC就是比较气的输出信号 那最后我们还会输出一个 转换结束的一个标志位 EOC 那D9到D0 就是DAC转换器的数字输入 我们要输入到DAC中进行预置位 那B9到B0 就是 由这个EOC和这个同向控制的 这个D9到D0 比较以后的这个三态门输出 也就是这个SAR AD转换器的并行的数字输出 那我们再看 通常SAR AD中还需要一个构模缓冲器 那因为这个构模信号需要采样到DAC的阵列中 它构模信号的稳定性直接会决定了ADC最后的一个精度 那所以我们为了提高这个驱动能力 通常会在构模信号之后加入一起缓冲电路 来驱动DAC的中的大电容 那这个构模反动器 它具有一些特点 首先是它的精度要比较高 支流增益至少要大于80到90个DB以上 然后驱动能力也比较强 能够驱动比较去两端 所以这电容阵列 而且稳定性比较好 那驱动力强就意味着 其实这时候要需要消耗了大量的电流 功耗也会比较大 所以这是SAR AD中功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 那讨论了SAR AD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结构 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SAR ADC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我们说SAR AD它的工作频率 主要受到DAC延时比较器和SAR逻辑延时的一些影响 那由于我们说前面还需要一到两个时钟周期的采样周期 那对于N比特的SAR ADC来说 输出一个数字码 至少是需要N加1或者是N加2个时钟周期 那这时候就决定了这个SAR AD 它工作的频率不会特别高 那提高工作频率 那我们只能从这个时钟周期上进行优化 来提高SAR AD的一个工作频率 那整体的发展趋势来说 我们就是可以使用这个异部SAR AD的结构 以及这个流水线和SAR AD结合的这种混合的结构 来提高SAR ADC的工作频率 这时候就可以将SAR ADC的工作频率 提高到几十兆甚至三百兆赫兹 那我们来首先讨论一下SAR这个异部SAR ADC的一个基本原理 那传统的我们说同步的SAR ADC 它都是由一个时钟源来控制的 那根据比较切最高延时时间来确定内部的频率 那每一个时钟周期只转化一位 那整体的这种工作频率就不能够提高 那相比于这个同步的SAR AD 那异部的SAR AD 它的优势也比较明显 就是在实现相同分辨率的情况下 这个异部时钟 不需要其他的内部时钟 这个主要是我们将DAC的时钟和SAR逻辑时钟分开 拆成两部分 那异部逻辑控制比较切可以在每一步转化结束的时候 产生反馈性 立刻进行下一步的转化 那这时候利用这种异部时序就可以有效的转化 时间进行减小提高转化速率 那而且我们这种情况因为没有同步的时钟的这种产生器 也可以有效减小一个晶体管的数量 降低采样时钟频率 降低采样时钟的能耗 减小这个数字国际的一个复杂性 那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异部SAR AD的它的一个基本结构 就是多出了这一部分的异部逻辑 那从转化开始的时候 在时钟信号作用下 我们首先是将上一期的这个输出全部清零 同时将最高位置为1 然后之后是模拟输入信号输入给采样的DAC网络 那比较器比较输入信号和DAC输出的参考电压 这个比的大小 那比较器一旦完成比较之后 就会产生反馈信号来启动异部时序的逻辑控制电路 那异部的时序逻辑控制电路 再根据比较细的输出结果 确定该位是保持为1还是轻为0的 那同时将次高位置1 然后同时作用于DAC产生新的参考电压 进行下一次的比较 那除了这个异部逻辑 它会提前进行控制置位的比较之外 其他的工作原理都是和同步SAR-AD都是一致的 那我们最后再来讨论一下 这个流水线和SAR结合的这种混合结构 也就是POPLINE SAR的这个结构 那这种结构中我们一个12比特的 一个这个POPLINE SAR-ADC为例 它是将ADC拆成了两极 那前面的6极是一个全电容的SAR-ADC 后极就是为7比特的一个全电容的SAR-ADC 其实它的核心结构还是一个流水线的结构 只是将流水线的直击MDSC替换成了SAR-ADC的结构 那这种替换就是首先我们这个说POPLINE SAR-ADC中 它不再需要基于运算放大器的MDSC和采源保持电路 那这时候可以有效的减小这个POPLINE结构的功耗 那同时SAR的结构利用了流水线的这种转化的原理 也可以提高它的工作速率 那所以说POPLINE SAR它是结合了SAR的低功耗 以及POPLINE的高速的特点 那首先我们这个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是首先要定义一个 制定一个逻辑时序 采用这个一位寄存器的电路来控制各个模块 以及两极间的一个工作状态 来准确的实现两极的一个同步响应 那比如在两极之间 我们要设计一个32倍的一个放大器 来放大长叉的电压 并把这个电压输出到后级的SARID中进行转化 那由于这个两个子级SARID的这个输出 还是不能同时进行输出的 最后还要需要一个数据延时的一个模块 把两个子级的SARID的输出结果 以校准输出 那这一部分的原理和POPLINE结构的原理是一致的 我觉得一点也有多了 我们要设计案的网友 最后一周就先来分析 уже 现在我来看看 我们在这个冰液通哪里 现在我们要设计案的 遇数12-124大小时 我们要设计案的 这个输出 我们无设计案的 推进去看